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颁奖人蔡霸来为我们支持 欢迎蔡霸 刚才敢为两位决心业大师 把这两首曲子原来应该是十分钟才能够结束 他们可以把它融缩到一分钟 只是两首大曲子的一个solo 这就是爵士乐的厉害的地方 因为爵士乐的声音是最没有压力的音乐 感谢两位大师的辛苦的爵士乐的表现 讲到爵士在台北来讲 应该是有七十年的历史 但是在1997年中美断交以后 台北的爵士乐忽然间跌入谷底 很多夜市都失业了 这非常可惜 但是爵士乐沉默到1990年之后 忽然间清醒了 因为报警什么都解决了 所以很多新的报纸都出来 最可敬的就是 1995年 这个爱业 古典专业店来的潜力 但是老板呢 他也没有忘掉爵士乐的重要 所以他也开辟了爵士乐的 一个放送的特别节目 当时本人也是很幸运地 接受了第一份的 第一任的广播演 介绍爵士乐 在短短的时间内 我感觉到台湾的爵士乐 又慢慢在起飞了 感觉到很多年轻人开始 喜欢爵士乐 不懂得爵士乐的开始 对爵士乐有兴趣 这是很好的现象 自从沈宏妍先生 在接日这个爱业的 爵士乐播报员之后 他很用功 脑袋里也有很多 爵士乐的资产 有时没事 他有时会跑到 我的布鲁诺的地方去 跟我谈谈爵士乐的一些 爵士乐的典故 还有听听我们的现场的表演 我知道 他脑袋里 爵士乐的资产也蛮多的 我非常的尊重他 到现在几二十年来 爵士乐从最底最谷底的森严爬到现在 赶到各地方都可以听到爵士乐的表演 比如说今年的每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 都人身很好 就表示大家已经接受爵士乐的犀利 感觉到爵士乐是一种 完全没有压力的声音 听爵士乐嘛 它可以让你心旷先移 让你长命健康 可以需要很多压力 生出来的很多爱丽 很多灵感会让你觉得年轻很快乐 所以我是希望以后的台北台湾 街头小巷到处都会听到爵士乐 沈宏妍先生他在爱业十几年来 非常非常的努力 他把他身上所有知道的爵士乐的典故 爵士乐的知识怎么听法 每个乐手的长短词 每个乐手的那个 他的idea 他都很清楚地在广播间 告诉他的粉丝 爵士乐迷怎么听爵士 这是很负责的一个广播 原来的应该有的责任 沈宏妍先生我非常庆佩 庆佩他在一身 前半身对爵士乐的那种贡献 无悔的贡献 他到处去收集好的资料 让听众能够接受到最好的音乐资讯 今天的特别就是来感谢沈宏妍先生的辛苦 今天的大奖也是亏他莫属 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关系 爵士乐的整个故事坦白讲 要讲完要好几个小时 但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就把这个大奖 颁给沈宏妍先生 亏他莫属 请小苏 好 谢谢太太 来 太太太 谢谢 我们邀请领奖人苏仲先生出场 掌声欢迎 欢迎来到 布鲁斯威力特别节目的现场 那边是沈宏妍 我是苏仲 沈宏妍这个人 他可能会忘记这一段 所以我先帮他讲 谢谢文化部 谢谢金东奖 谢谢评审委员 也谢谢台湾所有喜欢爵士乐 喜欢音乐的沈宏妍的朋友们 沈宏妍这个人 沈宏妍这个人 调皮 风趣吧 爱搞怪 爱胡闹 2000年 他接任 他到台北爱乐电台 接任 台北爵士业 节目主持的时候 没有人想得到 他会在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位置上 坚持了23年 到他人生的最后 他是今年4月初离开的 我记得4月2号 礼拜天的时候 我还跟他录 布斯威利 Bruce Powell节目 那个女歌手 Arysa Franklin 那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录完之后 沈宏妍跟我说 接下来春假放好几天 来录个几集 存档吧 我看着他 我就说 难得假期 在家里睡觉了 录什么节目 那 我跟沈宏妍 20多年朋友 20多年节目搭档 10多年节目搭档吧 那是我跟他讲的 最后一句话 春假结束之后 他 因为生病的关系 他那时候 也没有预料到 那个感染来得这么严重吧 他 那个时候 就是抗癌的状况 我们都以为非常顺利了 但是其实 还是 没有撑过去 昨天晚上 如果沈宏妍已经解锁 托梦这个技能的话 他应该会跟我说 难得金钟抢 帮我领抢啦 谢谢大家 感谢小蛇 感谢各位观人 对爵士业的相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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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